那么我们这个布施方面 没有钱的布施是怎么布施 把我们吃的东西拿出来供养就可以 吃的东西先供养 而且做广大供养 做甘露供养 再没有钱 这个买金子去烧也可以 买金子一点点小钱去买金子 然后希望 烧给这个地神 希望地神能够帮助你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种种的方法 都可以做布施的 把你的快乐 布施给佛菩萨 布施给这个所有的鬼神众 把你自己 供养 给佛菩萨 然后做 法的布施 也是很好 讲一句好的话 也是一种布施 让佛菩萨 让人家高兴 也是一种布施 让佛菩萨高兴 让鬼神众高兴 让所有的这个无形能够高兴 他们都会来帮助你的 有些人讲说我没有钱啊 怎么布施 不一定要金钱才能够布施 你只要让佛菩萨高兴 让鬼神众高兴 让所有的地神高兴 让这个 四天王高兴 你念他的咒他也高兴 念他的名 他也高兴 你恭敬他他也高兴 你供养他他也高兴 只要他们能够生欢喜心 那么这个 财源自然就会来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布施啊 不一定 要钱拿出来 你没有钱哪里能够拿钱出来 有钱 可以做财事 没有钱 你做 欢喜布施 这是教大家的